没有了袁纯的控制 兰飞这才脱离了危险 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空气 脑袋有片刻的迟钝 他还真是低估了袁纯 也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人 怎么会是一个小人物 他看到了 看到了袁纯内心深处仇恨和不甘 你还真够狠的 哼 跟他们比 我这点心狠算什么 若不是他们 我袁纯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说 我连杀我父皇这种弑父杀军之事都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我不敢做的 是 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敢杀 又怎么会害怕其他的事情 他是狠 是心狠 因为他明白 单纯善良只会被人践踏 天真的人活不了多久的 心狠一点也好 心狠之人能成大事 试问 哪个皇帝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 然后一点一点的走上皇位的 所以 对于我们 若不心狠 就只能永远被人踩在脚下 你说我怕死 是 死谁不怕呀 可是当活着比死还难受的时候 死就不可怕了 这兰飞理了理自己的衣衫 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此刻竟也变得暗淡无神了 然后 继续说道 我是想利用你 利用你帮我除掉楚桥 但是 我并不是怕死 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我活下来的唯一寄托也没有了 死对于我而言 或许是一种解脱 可若我死了 我又怎么去替我儿子报仇 于是 我就不断封满自己的羽衣 增大自己的实力 这样 我才可以监视楚桥的一举一动 我曾经 是多么的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我甚至都把他的神像偷偷放到宫里 每日虔诚地祭拜 我祈求着 只要他能保佑我的儿子 一世平安 我便会用我的生命 去护住他的女儿 可是 最后呢 我的儿子死了 而他的女儿还活着 我不甘心 所以我要毁了这一切 我要让他的女儿 去为我的儿子陪葬 这个女人疯了 真是疯了 从他的儿子死的那天起 他就已经疯了 楚桥是谁的女儿 我可以告诉你 楚桥就是洛河的女儿 也就是新的风云令主 我的命也是落合旧的 怎么样 愿意跟我合作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 才能除去楚桥 你若帮我杀了楚桥 我也不会苟活的 我会去陪伴我的儿子 他一个人在地下 肯定很孤独 好 我答应你 令主 您真的打算去咸阳 这封信来历不明 万一有诈呢 就算是有诈 我也要去一趟 都两年了 我在这儿躲了两年了 若真有人想害我 我也藏不住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况且 但凡有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我都必须要试一试 楚桥放下自己心中的信件 陷入了沉思 两日前 他接到了一封信 是关于宇文月的消息 让他三日后去咸阳一见 他也怀疑过 这是不是有人想要害他 而故意放出来的诱饵 他在辽城已经待了两年 这期间 他也派人四处打探宇文月的消息 结果一无所获 大家都说他死了 可偏偏他不信 宇文月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死掉的 就算他死了 他也一定要找到他的尸骨 否则他一定不会放弃 在他楚桥的眼里 从来就没有放弃二字 就算是那时 他知道燕巡的野心 也没有选择去放弃他是一样的 而这两年 他也想明白了很多事 有时候啊 有些事 选择放弃 远远要比不放弃好得多 因为楚桥这股子信念 所以蛇女才不得不过来劝他 这乃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可不是儿戏 蛇女略显焦急 知晓他的脾气 便继续劝道 令主 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您若离开了辽城 可就会有性命之危 眼下 大卫和燕巡的人都在四处找你 你若顺了他们的意 那不是让他们有可乘之机吗 那正好来者不拒 楚桥呢 铺开一张纸 点点燕态上的黑墨 娟秀的字体啊 立刻就留在了白纸上 吩咐下去 三日后 我要去咸阳城一趟 让他们加强对情报的收集和管理 诺 犹豫再三 蛇女还是妥协了 他清楚的知道 楚桥想要做的事 没人能拦住 他能做的就是尽力去保护楚桥 蛇女呢 退下了 楚桥的字也写完了 这是在青山院 宇文月教他写的一首诗 是诗经里的名篇 陶妖 陶之妖妖 朔朔其华 只子于归 宜其室家 陶之妖妖 有焚其时 只子于归宜其室家室 陶之妖妖 其业真真 只子于归 宜其佳人 后来 无意中 他听到了宇文月说了一句 陶妖 星儿亦是如此 那时 他还尚不明白这句诗讲的是什么 后来他明白了 只是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有的人真的走着走着就散了 他不知道 自己对于宇文月 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他也不知道 未来的路有多远 只记得过去有他陪伴的日子 依旧回旋在他的身边 宇文月 我来找你了 你还会在原地等我吗 三日后 楚桥依照计划出发了 身边只带着蛇女和几个贴身侍卫 一路上 他看到了饱受战争煎熬的百姓流离失所 看到了婴孩躲在母亲怀里啼哭 看到了老人们为了自己的后背讨口饭吃 却被官兵无情的一脚踢开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让这些无辜的人经历风霜 伤痕累累 因为伤口被肆意斩揽 所以已经失去了疼痛 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垂泪 他发誓一定要阻止更多的灾难发生 嗜奴止歌 这一路摇摇晃晃 跌跌荡荡 却不如他心中跌荡起伏来的时程 他不知道 在他身后一直有一个人在默默地跟着他 他不忍心 也不舍得 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 只为给你上一刻 然后呢 转身离开 可他不一样 他让他明白了爱情的真谛 这次 他不想让他就这样离开他的世界 没有了他的世界 将是一片荒凉 躲在万劫不复的街头 微笑渗透 覆水难收 会一场生死气阔的游戏 为我们的故事写一个结局 星儿 我回来了 你还好吗 咸阳城外 风沙四掠 滚滚黄沙 如浪潮一般 汹涌直上 扑打在脸上 引来阵阵的刺痛 远处 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人 各个手拿弓箭 气势逼人 在他们的身后 还站着一个 大红衣服的女人 这女人 用一种居高 灵下的眼神 望着楚桥 眼中 似有一团红色的火焰 在燃烧 不枉 他对于楚桥的了解 他果然来赴约了 时隔两年 他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 而这一次 他要让楚桥尝尝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而楚桥提高了警惕 手上的残红剑 被握得发热 他就知道 今日之事 没那么简单 从到约定的地点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今日又有一场恶战 那么 既来之则安之 是时候 让残红剑尝尝血腥味了 否则放得太久了 就该生锈了 接着 又是一群黑衣人 里三层外三层的 将楚桥一众 围得个奄奄实施的 前面一排黑衣人 手握长剑 后面的都是高高举起弓箭 一副叙事待发的模样 红衣女子并不着急杀楚桥 只是下令 让第一排黑衣人 先行进攻 一瞬间 刀剑相撞的声音 此起彼伏 直直传入耳里 刺激着人的耳膜 蛇女在保护着楚桥 一人敌五人 可惜 寡不敌众 手臂被人割了一道口子 鲜血直流 楚桥见状 快刀斩乱麻 将自己面前的几个黑衣人 一剑封喉 然后便跑去支援蛇女 他一把将蛇女拉过 手掌轻轻一转 硬是用自己的内功 把那几个人击倒在地 一命呜呼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一些皮外伤 没事就好 这次他们人数众多 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若真撑不过去 就听我号令 赶紧撤脆 诺 休息了片刻 二人又投入到战斗之中 话说这场战斗甚是精彩 仅仅就是几个女人 就将一众男人打得个落花流水 一群废物 红衣女子暗骂了一句 片刻后 前排黑衣人 无一人生还 精彩 真是精彩 不愧是宇文月 亲自调教的丫头 果真伸手不凡 可惜呀 今日 你就要死在我的手上了 这红衣女子拍着手 走上前来 那摇晃的大红衣袖 在阳光的照耀下 几乎可以滴出血来了 圆纯公主 楚桥简直不敢相信 瞳孔被无限地放大 透露着一股不可置信 是你利用宇文月 将我引来这儿的 没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 今日 我就索性跟你说个明白 让你也可以明白地死去 圆纯呢 冷哼一声 长长的睫毛颤抖着 眼里布满了血丝 就像是一根根红色的藤蔓 牢牢地困住了人的心 他咆哮着 是你 夺走了我的燕巡哥哥 是你 帮助燕巡哥哥逃离长安 害得我被他的士兵糟蹋 是你 毁了我的一切 害得我众叛亲离 是你害了我的一生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如果没有你 我就不会发生这一切 你可知道 我夜夜噩梦缠身 生不如死 所以啊 我要亲手杀了你 你在我身上施加的痛苦 我一定要千万倍地 让你还回来 这恨一个人的感觉 可以很透彻 可偏偏袁淳 对楚桥和燕巡的恨 在无形之中 竟形成了一种执念 执念叫人成长 也能祸害一个人的一生 袁淳呢 本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女孩 可偏偏卷入着人世间的纷争 渐渐敛去了自己的纯真 她恨 恨每一个伤害 或者间接伤害过她的人 这种恨变成了一种执念 便再也回不了头了 只能一步步地走入万丈深渊 执念若放 天地不过水闲月朗 可惜她还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楚桥很心疼这个女孩 内心充满了内疚和自责 她知道袁淳恨她 可也没想到会到这部田地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眼前这个泪眼婆娑的女孩 只是很同情她 同情她的遭遇 在红川城那次 她都听到了 她听到袁淳说 是不是很后悔 在咸阳城救下她 她想说 她从未后悔过 即使这位日后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她这一生做过很多事 也犯过错 但她没有后悔过 因为这些事 全是凭着自己的心去做的 她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心 袁淳见楚桥没什么反应 便退后 眼中透露出一股彻骨的冰冷 楚桥她必死 放箭 密密麻麻的箭朝楚桥飞去 楚桥迅速调整状态 腾空飞起 残红箭在半空留下了一道银色的光线 而飞来的箭被楚桥挡去大半 弓箭不断的射来 楚桥手上的箭也一直都没有停过 袁淳冷笑了一声 悄悄掏出一把弓弩 扣动机关 箭飞速向前飞去 那上面可是脆满了剧毒 楚桥这次死定了 当楚桥意识到被袁淳暗算之时 已经来不及了 她只得闭上眼 接受这一事实 砰的一声 暗箭落地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冰块摔碎的声音 袁淳手上的弓弩被击落摔得粉碎 楚桥反应迅速 接住一根银针 颤抖着打开双手 寒冰剑 语文乐